大家好,我是Susie,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大家都知道高压线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 平时见到高压线的话,大家都会选择绕道而行或者离它们远远的 如果一不小心碰到的话,可能会导致触电身亡的悲剧 不过大家平时应该也都见过一排鸟儿站在高压线上的画面 除了看上去比较新奇之外,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它们不会触电 毕竟高压电线拥有几万伏的电压,它们却可以悠然自得地待在上面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说到这个,就得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触电的原理 人之所以触碰到高压电线会触电 主要是因为电流通过人体和地面形成了完整的回路 火线、磷线、导电体三者都齐全了,这才导致人体触电 可是小鸟的体积小只能站在一根电线上,所以不会引发触电的结果 如果一只脚踩着火线,而另一只脚踩着灵线的话也会触电 前段时间,有网友拍到一群鸟儿站在高压线上 场面看上去相当壮观,有点鸟儿聚会的意思 大概是意识到危险了,所有的鸟儿都飞起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高压线突然着火了,幸亏这些鸟儿已经飞走了 如果还停在高压线上,估计瞬间就会变成烤糊了的鸟 虽然人类一直远离高压线带来的危险,但是一些动物却把高压线当作玩具一样 之前网络上还曾经出现过一只猴子把高压线当鞦韆玩的画面 中途因为操作失误,小猴子不小心落到了地上 看来很多动物跟高压线都有一些不解之缘 不过对于人类来说,时刻要警惕高压线带来的生命危险 远离高压线,保证自身安全 好了,下一期再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留言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